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现在开始搭捷运也一定要戴口罩 否则的话是要开罚 那我们要求就说在大众运输无法有效的达成社交距离 我们要求戴口罩 不管从捷运要进去或在高铁等等的 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 我们也予以劝导 如果没有劝导的话 我们大概就会处分 根据传染病同治法 三千到一万五 不管我们政府有什么对外的政策 我们认为应该要让民众能够拿到一天至少一片 我们这个强制才比较有道理 也就是说 我没有给你充足的东西 但是我又强制你要用 这个对民众来说会有很大的负担 中央地方不同掉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说 等到4月9号才要开罚 因为现在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口罩 让你天天来搭捷运呢 只不过在今天呢 已经传出昨天这个女保全的社区的这个案例呢 今天又有了她的确诊者了 我们来听听看指挥官他怎么说 我们不能够就是完全认为 就是说社群里面一个都没有 那我相信在这种 整个世界在这样这个大坡的一个流行里面 有无症状的等等的相关的情况 潜伏期的情况很多 那这东西怎么样把自己保护好 而不要进到真的到封城的情况 那封城会什么情况 就是有大区域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传播 或是舵发性的很多地方里面很多 台湾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没有 但是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情况 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戒心 指挥官说要提高戒心 因为首例社区保全发病17天确诊 而且今天新增的确诊个案当中就有一例 确定就是这个社区的住户 疑似是遭到了这名女保全给感染了 因此呢让大家也再度关注起 这一些先前被发现 但是根本找不到感染源的个案了 包括来看到呢 那个先前呢 比较受关注的包括了这个34例 他呢当时造成了所谓大规模的 院内的感染 传给了8个人 而他已经不幸身亡了 而其实目前为止 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传染给他的 好 那么当中呢 还有几个指标的个案 50多岁的这一位工作室的老板 曾经造访过金山乌来老街的 现在不知道他是被谁传染的 再来这个师大的男同学 目前呢在居家隔离当中 他接触了15个人 那么再来就是昨天 这个50多岁的社区女保全了 目前为止只匡列了12个人 还在继续调监视器画面 要来追查到底是谁传染给他 他又传染给谁呢 孟凯 是 昨天爆发这个案336 其实就让大家觉得说人心惶惶 为什么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大家注意到 确诊的案例其实都是国外回来 也就是境外一路 但是本土感染的这个部分有没有 有 就昨天的这个案336 而我们那时候就指挥官也讲 我们大家也都在讨论就讲是说 这个案336如果说没有办法找出 到底是谁传染给他的话 这样就很严重了 就变成是说他可能是本土里面 感染到病毒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确诊 果不其然嘛 今天就有一个案348 就是跟这个案336一起有过接触 他跟正印象他不是社区的住户 他是附近大楼的住户 是 他是附近大楼的这个工作人员 对 但是因为看得出来说 可能跟案336这边有一个 短暂的一个接触 所以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交叉感染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其实社区保全 你现在匡列只有12位 我觉得真的是太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大家如果说有住大楼的话 都知道说社区保全 其实每天人来人往那么多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叫这个 所谓的外送外卖 现在很多的社区 其实也有要求外送外卖员 他都不能把那东西 直接拿到这个住户的那个楼层 都要求在住户要下来拿 那第一位 第一线接触的时候 就是社区保全 跟这个外送外卖员来做接触 或者是说跟邮差 跟相关的这些人来人往的 这个民众来接触 也因此社区保全 当然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破口 也因此今天的368 348就是跟这个社区保全 有所接触 其实我自己住的社区 也是因为在这一次 昨天看到说这个确诊的状况之后 马上我自己住的这个社区 我们赖全聚员就大家在讨论 大家讲是说 进出公司的时候 你要量体温 要请社区保全量体温 这当然是有道理 可是如果说一般的住户 回来到我们自己社区的时候 明明都是要回到家了 还要请社区保全量体温 这样有没有道理 难道你会因为说这个体温太高 你就不准社区的住户回到家吗 所以这个凸显什么 凸显就是说 其实社区保全跟一般人来讲 社区保全会更能够接触到 其他的民众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严防说 这会变成是一个本土的破口 那最后我只补充一点 就是说刚刚我们的画面也有看到 现在的陈时中指挥官 当然大家都要顺时钟 但是陈时中指挥官 他有讲到说 现在即刻起大众运输 马上大家都要戴口罩 但是不要忘记 政府部门我一直呼吁说 大家还是要统合步调要一致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部告诉我们说 到4月9号还有7天之后 才有办法每个人14天买9片口罩 换句话讲是说 即使14天买9片口罩 以两个礼拜上班10天来讲 你可能都还有一天上班 没有办法买到口罩 但是至少那是14天9片口罩 等于是第三阶段 到目前为止都是7天三片口罩 换句话讲是 其实明显还是有所不足 可是马上就要求大众运输系统 或者是说在3月31号的时候 交通部就要求台铁跟高铁 都要戴这个口罩才能上车 其实我会认为是 是不是在疫情防疫跟口罩分配 还有我们大众运输系统 三方面整合还没有完全一致 所以才会造成刚刚主持人讲的 中央地方没有同条心 那我们最害怕的就是 在疫情防疫的时候 如果中央地方没有同条心 当然很容易变成一个破口 所以在防疫专业 防疫优先的前提之下 我们还是请我们的政府 一定要盘点 现在有的所有的物资 不要想说浩大喜功 想说马上就要 有千万片的口罩 要去捐赠给国外 当然捐赠给国外 我们没有意见 只要足够的话 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国内 大家都还不足 还不够 还没有完全满足国内的需求 你就要去做这样的动作的话 难免会让大家觉得说 可能下一次疫情的破口 就会在这时候发生 对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办法 拿到足够的口罩 所以搭捷运应该要戴 早就应该要戴了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没口罩到底要戴什么好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这段时间以来 大家一直很关注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对欧美的防疫 这么样的宽松呢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为止 境外移入的占比 我们从美国境外移入了71例 英国是63例 而大陆总共也不过是 境外移入了有11例 其他国家则是153例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 这个大陆的包机 好 第一次的包机 2月3号 247个人只有一个人确诊 而第二次的包机呢 169个人跟192个人 361人全部都是阴性 再来两班的内包机 现在也全部都是阴性而已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呢 其实呢 有了一个新的措施了 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 RODE代 现在呢 最新的措施是 过去14天 如果有过发烧 或是呼吸道的症状的话 你一入境 就必须要搭防疫的车队 到指定的地点 来做居家检疫 如果裁剪阴性 才可以回家来继续居检啊 柯文哲市长就说了 纽约比武汉更危险 不要再一直放人进来了 嘉庆 是 我觉得柯文哲讲这些话 其实他已经很保守的 他可能也忍了很多东西 在肚子里没有讲出来 包括我们知道台北市的联合医院 他也收容了很多相关的病患 新冠肺炎的相关病患 特别在和平医院 那我们也陆陆续去听到一些消息 也希望柯市长是不是能够出来证实一下 负压隔离病房里面的一些治疗的状况 确实是值得担忧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觉得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要一再地去强调说 口罩一定要赶快发 你要发得够 大家才会去管制这个所谓的捷运 搭乘还有公共运输 以及在所有大众会碰到面的地方 人跟人会交换接触的地方 才能去做强制的要求戴口罩 那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刚才远宜讲了一大堆数字 就是说在整个境外移入的比例上 你明显都看得出来 你科学的理性的去看 美国移入的就是有70例 英国移入的62例 那中国大陆从并发索成到我们 层层管制到现在进来了多少 11例你整个比例算起来怎么样都不对 为什么欧美现在回来管制这么宽松 而且它就是可以不用像 它明明疫情都已经爆发 全世界都已经知道 他们都在向全世界求救了 要不然蔡政府捐口罩给他们 是做什么人情用的 还要人家发感谢函说谢谢 然后我们这边觉得好棒棒 这种状况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缺 而且他们真的爆炸又害怕了 但我们难道不需要害怕吗 欧洲美国回来的 真的就是高人一等他们的病患 他们的病毒是看护照 不会进台湾的吗 我们的海关检验 可以这样子去做政治标记吗 政治标记是一个很肮脏 而且必须要被唾弃的一个事情 你不能够前面堵着一道门 叫中国大陆 后面开的那道门叫欧美 不断的进来 不断的进来 柯文哲讲说不要再乱放人进来了 那我们想要去问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 到底现在美国的状况 严重到什么程度 美国现在是川普一边嘴巴硬 一边要不断的接收 包括他最喜欢指点江山的俄国 包括他最喜欢批评指教的北京 几百吨几万吨的相关防疫物资 全部人家空运载着去送给美国 因为纽约真的快爆炸了 纽约市长用全市的广播 叫大家要待在家里 叫大家要想办法用爱克服一切 纽约整个街头空荡荡的 这是在911事件之后 唯一一次用市长全市广播 呼吁美国人大家要冷静 大家不要害怕 用爱克服一切 但到底有没有效 大家心里很清楚 连个呼吸器 美国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掉 纽约市爆了 纽约州爆了 现在加州整个州在那边 我相信大家国人最多亲友 待的地方就是加州 你天天听到的状况都很夸张 包括旧金山纪事报 为什么率先去报导 美国罗斯福航空母舰 整个状况不对劲 因为太多子弟兵 包括舰长就是旧金山的人 整个加州现在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美国也不能够全面的 去做大规模的检疫 为什么 因为美国它自己国家的量能 严重的不足 而且它对于国际社会 你不要以为美国在联合国里面 真的是一个尽责的会员国 美国光是它在常规预算上面 拖欠到现在的 我所知道的就已经是超过3.8亿美金 而且在维和费用 你包括种种的维和费用 它拖欠的已经超过7.76亿美金 这两样合起来就已经超过 360多亿的台币了 这是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 你都还以为美国真的是一个量能无限大 而且它真的能够出来 主导一切的国家吗 它现在已经 大家要真的认知到这个状况 要去想一想 不管你中央跟柯文哲如何不合 把柯文哲这句话听进去 不要再随便放人进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边境守好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除了边境之外 居家检疫会不会变成破口呢 我们来看这几个关键的个案 按289例它是受到了西班牙旅游返台的丈夫感染 246例它是赴美探亲返台的妻子感染给他的 按247例是受到了荷兰去求学返台的家人给感染的 那么指挥中心在3月21号宣布 亲政不二采 是不是让居家检疫留下了一个大破口呢 最近就好几名的确诊者 都是在居家检疫的时候 把病毒传染给了家人 包括了奥捷团 昨天338传出可能疑似有隐匿的这个人 今天他的太太也确诊了 好 我们听到的是前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提就说了 其实发病前后的两三天传染力是最高的 如果没有一一采检的话 回家检疫期间 恐怕家人就会暴露在危险当中 那么王任贤医师也说 每天都有一群人从国外进来 没有全部裁剪 而等到发病才裁剪也是蛮令人担忧的 理事长 您怎么看 您今天就在现场 这个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这个意思 它其实是级别比医院隔离要高 我们知道隔离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 我把这个人跟人群隔离叫做隔离 叫做隔离 这是最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家对于政治办 我们都把它隔离到绿岛 把它扔远一点就好了 这绝对不会思想污染 但是如果对病人来讲 最好的隔离就是玉山隔离 把它弄到玉山上去就没事了 但是问题是玉山上没有医院 我们知道病人天经地义就该住在医院 玉山上没有部立玉山医院 所以没办法隔离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我们就 病人要在医院里面 医院就很痛苦 在一个人口密集机构 遂行与人群隔离的动作 所以医院就没办法盖个隔离病房 所以隔离病房的隔离 这个其实是级别最低的隔离 但是这介于两个 玉山隔离跟医院隔离中间 还有一个叫做居家隔离 这个居家隔离的话 它是当初这个政策定出来 是干嘛用的 就是为了医院保全 你知道隔离这种东西 对于一个病人的量 不见得能够完全有效 尤其在人口密集机构里面 去遂行这个东西 它根本就不可能有效的 所以他们就弄了一个 就是居家隔离这个东西 居家隔离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牺牲家人完成医院的保全 对 完成医院保全 它是个医院保全的动作 那现在我们对于新冠这个病的话 因为它在潜伏级里面 就有传染力了 这是以前的病里面从来没有的 所以它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 都具有相同的风险 所以这个非常可怕 理事长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家人虽然牺牲小我好 那也就成全大家吧 可是问题在于家人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被感染 他还是每天会出去外面 爬爬灶的 对 不过他那个就是 这个等于二级接触者 其实最大的风险是在家人 他的二级接触者 基本上我们不太认为会有传染力 一级才会有了 一级才会有传染力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再把家人顾好就可以 所以我们呼吁 如果真的要做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话 在里面做隔离的那个 真的要做到跟医院级别一样的隔离 就是单独房间 空气流通 然后你就不能人进去 要这样子的做法 才能够确保家人的安全 所以当时这么多人 都已经回家居检了 这些人的家人 有没有可能需要回溯来被裁检 你看今天传出来的这个确诊者 他是被奥捷团 他的团员所感染的 但是现在这个奥捷团 早就过了14天 所有的人都在外面爬爬灶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你的裁检有用吗 也没有用 他过了14天也没有用 对 他不见得采得出来 所以我不认为说裁检 是绝对有用的 裁检是帮忙的 你重点在里面 里面隔离的人 要自己要做好他的防护 然后隔离真的要 照医院那个级别去做 不能太松散 你还是去送饭 还是跟他一起吃饭 那些都不行的 要这样做才行 所以大概是这样做 当然你那个筛查 筛查是政策之一 能够筛当然是个好事 可是筛了不是绝对的 就在医院里面都筛 他还一样愿感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在里面 要把隔离做好 OK 好 所以接下来其实大家都很有一点担忧的 就是现在正在放清明连续假期 但是旧医师提醒大家要小心 因为在17年前的SARS 可就是在清明连假的时候破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容易 很多人其实在家里面闷很久了 所以现在清明连假 真的是好不容易可以出门爬爬灶了 好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在百货公司里面 看起来其实是没什么人的 所以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很多的家长 带小朋友到儿童乐园去玩 家长是人手一瓶酒精到处喷喷喷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连假期间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的 这个是花冬的车潮 因为清明连假的关系 这个指挥中心也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有不少人在这个时候出门旅游 车子可以说是一辆接着一辆 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花冬的这个连假期间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状况 只不过现在大家说 社区感染呢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对不对 但大家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看到了这个 我们的官员出来开会的时候 怎么只有林嘉隆一个人戴了口罩 是可以不用戴了 不过因为先前我们观光局 有一位祖秘 那他虽然现在采检也是阴性 那我也跟他没有直接接触 基于自我健康管理最高的标准 我还是戴一下口罩 社交距离是指的 在非特定的人事的公共场合 那这边都部会的首长 都是特定人 我们也天天一起在开会 如果你是跟特定人在一起的话 就不用戴口罩 不用保持社交距离了吗 感觉好像是这个意思 所以风哥 我跟我的办公室同事是特定人 我们每天在一起开会嘛 所以应该不用戴口罩了 我想林嘉隆 还有昨天这个蔡总统 都分别戴了口罩 我认为这一个 为政者 或者说政治的这个首长 戴口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率 尤其是在此刻 新冠肺炎非常严峻的一个时刻 但我觉得台湾 台湾人或者是中国人 对于这种戴口罩 应该是非常习惯 很马上就会 不是上手 是上口 很快就会上口 可是呢 所谓social distance 就是社交距离 其实我们中国人 虽然说没有像跟 意大利人那么热情 可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看到孙子 看到小朋友 都会抱起来亲亲 那是什么social distance 所以这个social distance 是一个现阶段 我们大家要习惯的一个东西 但是基本上 大家昨天 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台北的捷运上 一个难的 为了戴不戴口罩的问题 跟人家发生口角 跟人家差点打起来了 其实这个就是 非常严重的问题 什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疫情 在做 就是指挥中心 在做规定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要把红线 非常明确的定下来 你不能定一条虚线 比如说今天陈时中 他就拍板 只要这个搭捷运 不戴口罩 最高罚一万五 我认为这就是一条 很好的红线 就红线挂在那里 你如果不遵守 我就罚你 我就是一定要罚你 但千万不要 像台湾的交通规则 一些耗制灯 好像是挂在那边 变成一个圣诞灯泡一样 但我们也不能学北韩 就是说只要确诊 就把他枪毙 或者说是他的门口 就封上这个木板 把他钉死在里面 那这个状况也要留神 换句话说 我们对于这种社交距离 一般老百姓 还没有习惯的时候 我们要画上一个红线 让老百姓 严格去遵守它 好 所以美国现在 其实疫情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有不断的记者 在挑战美国总统 川普的领导 福斯的记者 今天问他了 你怎么把欧巴马负责 大规模传染流行病的 这个团体 将一个负责的单位 给解散掉了呢 来听听川普怎么回应 好 福斯记得不是应该挺我的吗 川普听到福斯也挑战 他很生气 他说你是帮CNN工作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美国疫情 确实是相当的严峻 川普说 CDC要求民众要戴口罩 未来两周会非常痛苦 这说法完全推翻了 他们这个团队 之前告诉大家 不用戴口罩的 这样一个说法了 五角大厦 准备了十万个时代 各州也准备 要来设置临时的太平间 好 那么底特利的汽车展览场 竟然现在改建成为 所谓美版的火神山了 还有一个上单号邮轮 已经有四个人死亡 多人确诊了 但是佛州州长 不肯让他们靠岸 因为有传染的风险 在这个时候 竟然落成 还传出火车出轨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美国各地的医疗资源告急 结果全球最大的 海上移动医院慈悲号 减往加州支援 但是竟然有火车 蓄意要去冲撞它 好 你可以看到 脱轨的火车头 停在距离慈悲号 230公尺的地方 那么其实是一个火车驾驶员 他故意让火车出轨 就想要去撞慈悲号 因为他认为 可能慈悲号 就代表美军 要来接管洛杉矶了 这也是因为疫情 而造成的一个插曲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理事长 所以美国现在疫情 是真的非常的严重 是真的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叫做 拿美国的人口 跟这个中国大陆人口 来比比看的话 美国的人口 是中国大陆的四分之一 他到现在 已经 确诊案例24万了 然后另外死亡的案例 六千人以上 中国大陆到现在 为止三千三 川普一直都说 这一切美国 我们今天会有 这样的今天的处境 都是因为大陆隐匿疫情 其实大陆疫情开始爆发 当时其实您是 非常了解状况的 所以大陆有对美国 隐瞒疫情吗 没有啊 大陆是1月3号的时候 习近平就打电话给 就打电话给川普了 就告诉他说 我们中国大陆有个疫情 他这个在国内 都还没有宣布 就已经先告诉他了 所以基本上 美国的信息是很快的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 在那边做好 很好的边境管制的动作 没有听到 后面的话 他也没有对 后面的防疫政策里面 有关医疗资源的 一些调度的工作 他做一些安排 所以他现在才会 死亡这么多人 他病人病例数目也多 死亡的病例也多 所以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 他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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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